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演出都吸引数万甚至十万级观众前来观看 大卖网显示 今年全年深圳将举办240余场 包括演唱会 音乐节 赖舞 话剧音乐剧等在内的各类演出 演唱会数量排名全国前三 演唱会之约除了收入颇丰的票房 还包含了石柱形 游购鱼等多个行业的消费 直接带动文旅经济迅速攀升 接下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管理学博士 经济学副研究员刘建党 刘博士您好 您如何看待火热的演出市场 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呢 深圳演出经济的持续火爆 对深圳而言来说至少有两大利好 第一个利好是品牌效应 那么介绍大开的一些流量和知名度 帮助我们这个城市扩大它的一个知名度 第二个利好是收入效应 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团队 它要租进场馆就会有场馆的一个收入 它有门票的一个收入 它有广告的一个收入 它也会有一些衍生品的一些收入 这是直接的一些收入 那么同时呢也会有间接的一些收入 有很多观众他是从外里来的 他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 比如说他要住宿就会有住宿的一个需求 他要这个吃饭 他就会有这个餐饮的一个需求 如果他在城市多待几天的话 就会有这个购物的一个需求 就会有娱乐的需求 而这些间接性和那这个直接的收入性 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收入 对我们那个城市的这个文具的产业的发展 有巨大的一个帮助 那目前深圳的演出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接下来如何借助这一优势来促发展呢 到今年年底深圳累计要举办大国外 二百四十场左右的这个演出 涵盖演唱会 音乐节戏剧 话剧啊 歌舞剧啊 等等 这个数量是非常是多的 由此可见深圳演出经济的一个火爆程度 那么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来实现深圳的更好的发展呢 就是我们要做好演出团队的一个服务 由于他们往往是全球群会演出 那么他们他到全球其他地方去 可能往往也会通过他口碑效应 来强化我们深圳的良好头碑 来吸引更多的头部大咖 大师以及这种头部IP 来我们深圳进行群会演出 对我们深圳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感谢两位的解读 不仅是深圳今年以来 全国演出市场呈现井喷态势 演出的火热激发了更多衍生消费场景 拉动消费作用凸显 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演出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900亿元 8月6号晚 国内知名男子组合十年之约演唱会 在西安举办 据西安发布7号消息 本场演出前后 西安住宿线上提前预定量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门票收入3576万元 直接带动4.16亿元的旅游收入 除了演唱会 永春等舞剧音乐节 话剧等也十分火热 2023年上半年 全国营业性演出 布韩娱乐场所演出场次 19.33万场 与去年同比增长 400.86% 演出票房收入 167.93亿元 与去年同比增长 673.49% 观众人数 6223.66万人次 与去年同比增长 超十倍 跟着演出去旅行 成为拉动消费新引擎 比如在深圳 今年6到7月期间 在深圳地区下单的消费者中 将收获地址设置为 非常驻地的外卖订单 同比2019年增长约96% 热门演唱会举办期间 演出场地周边 更是成为外卖订单 增幅最快的区域 以7月7号至9号 5月天演唱会为例 演出期间 周边餐饮商户 外卖订单量增长超过80% 饮料外卖订单超过100% 酒店住宿订单量增长超过50% 继续连线嘉宾刘建党 刘博士这么火热的演出经济 对深圳的发展 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呢 对深圳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机遇是非常明显的 有很多的演出 压抑的一个需求 经验的逐步地会得到的一个释放 这种需求 它会呈现出一爆发式 反弹式的特征 输入效益也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风口和机会 那么从挑战层面来看来 我们看来的一场演唱会 或者一场演出呢 它往往会短时间内 快速地要集聚 以及疏散 数万人 这么庞大的人群呢 它对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 我们的旅游接待体系 以及我们的公共安全体系 等三大企业都会带来一个巨大挑战 对我们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是一个全方的一个考验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 那对标国际深圳的演出市场 还需如何培育和发展 让演出持续成为城市的经济引擎 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进行做工作 第一个呢 我就是规划一令 通过规划的引导 整合协调 实现深圳演出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水平发展 第二个我就是业态多元 我们要多鼓励这种数字化的 智能化的演出发展 第三个层面呢 我觉得是一个设施提升 国际性的这样大咖 或者国际演出团队 它都是我们的设施 对我们的设备 它是有很高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需要加强 相关的一些场馆设施的一个建设 对相关的一些智能化 输入化设备的一个采购和维护 也需要是加强一些